早已获得美国直栏NBA美式橄榄球联盟NFL球员穿戴的提示能手环HOOP 在2018年正式进入一般消费者市场 摆脱原本的单价买断策略成功改成订阅制 每个月低于台币1000元的价格就能获得硬体产品加数据分析软体 这样崭新的市场攻略是否能够抓住消费者的心 而订阅付费制又会不会成为穿戴装置市场的常态商业模式呢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来一探周经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5月21号 杨诚心所撰写并刊登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的文章 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公司是在2011年的时候成立的 公司产品设计的初衷就是要帮助专业运动员们更了解自己身体的现况 这台小小的手环装置无法知道你每一天走了几步 也没有内建的GPS来计算慢跑跑了几公里 反而手环里的各种感应装置能够侦测像是心跳速度变化的心率变异性 静止心率以及睡眠品质数据 有一位美国游泳运动员康纳尔·杰格尔在为2016年的奥运赛前训练 就是透过Hoop来掌握每天训练后的身体恢复状态 由于这将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后一场奥运比赛 他盼望能够借由科技来帮助他调整至最佳的状态 为自己跨下一个不悔的据点 某一次当他飞往洛杉矶训练的时候 经由Hoop的数据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恢复指数出现从未有过的低分 在这个数据支持下他决定减轻隔天的练习内容 也进一步的了解到飞行对身体所造成的负担 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 杰格尔在奥运资格赛时他决定提早一天抵达目的地 让身体疲劳有足够恢复的时间 此外加上规律和自律的练习 以及Hoop的身体数据分析 最后杰格尔赢得了2016年的奥运游泳比赛1500公尺的银牌 近期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称赞Hoop提示能手环带来的帮助 Hoop成立之初 前三年的策略完全专注在专业领域 锁定专业的体育团队 要价1000至2000美元 提供使用者Hoop装置与数据分析 目前包括美式橄榄球联盟NFL 美国职栏NBA队员都是指标性的客户 而Hoop的下一步就是增加客源 踏入大众消费市场 Hoop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在最一开始想体验体势能手环功能的一般消费者 最低价格可以500美元 但是当与其他的品牌竞争之下 高单价的Hoop就占不上优势 所以在2018年Hoop宣布正式进入一般消费者市场 但是他们不以单价销售挑战市场 而是以订阅制让一般消费者只要支付每个月30美元的费用 就能直接获得最新款的Hoop体势能手环 以及搭配的数据分析服务 每一个新注册的用户都得签署至少6个月的合约 约满了以后才能取消订阅 Hoop之心长Will Ame 当时在访问时提到 透过订阅方式 Hoop才能以最低门槛来吸引那些潜在的客户 当他们开始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将会了解到Hoop能够给予他们什么样子的数据分析洞察 进而改变他们的运动量以及身体恢复的习惯 推出至今Hoop还没有公布他们订阅用户的总数量 听到这边我都心动了 很想尝试看看这款提示能手环 体会一下看见自己数据的感受 再来从企业营运的角度来看 订阅制不仅能创造定额的经常性收入 也能将支出从资本支出转移为营运支出 对企业经营带来相当多好处 而对穿戴装置和它的软体运用来说 订阅制更是推动用户 真正穿戴这些装置的帮手 许多人最初是为了尝鲜 买了提示能手环或智慧手表 但最后确实把它们收在抽屉里面 长久不见天日 有了月费制度 再加上软体分析的功能 人们会需要更长的穿戴它们 HOOP执行长Will Arme曾经表示 超过一半的HOOP用户 在穿戴旗下产品 18个月之后呢 都还是每日活跃的使用 在HOOP推出订阅制度后 Fibbit也在隔年跟上订阅制的浪潮推出Fibbit Permian 为用户的体重管理以及糖尿病的控制等健康数据 提供更进一步的分析报告 研究机构IDC的穿戴科技市场分析表示 虽然目前在穿戴型市场 透过订阅制来吸引客户的企业并不多 但是在未来将会有更多公司采取这样的商业模式 现在的电子手环百花齐放 因应不同需求有着不同的功能 单单一个手环透过数据分析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改善一个人的体态以及生活 特别在疫情期间 许多民众都开始注重身体的保健 一只手环能够让人更懂得照顾自己 你会想要一只什么样的手环呢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我们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拜拜